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一回事吗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感冒 我们通常说的感冒是指普通感冒 俗称伤风 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性感染性疾病 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从病原来说 感冒多由鼻病毒 负流感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 癌可病毒 可萨奇病毒 冠状病毒 腺病毒等多种不同的病毒引起 一般不会出现大流行 而流行性感冒多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 容易引起不同规模的流行 感冒的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鼻塞 喷嚏 流涕 发热 咳嗽 头痛等 而且多成自线性 感染感冒 感染感冒病毒后 一般经过一到三天的潜伏期 病毒复制增值达到一定数量后 主要表现为鼻部症状 即卡塌症状 如喷嚏 鼻塞 流清水样鼻涕等 也可出现咽干 咽痛等症状 此阶段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特别是打喷嚏时 会释放出亿万个具有感染性的飞沫 两到三天后 鼻涕变稠 进入恢复期 如没有其他并发症 即激发细菌感染 将很快自行痊愈 因为可以引起感冒的病毒种类众多 而且每一种病毒又可能有多种不同的亚型 不同种类 不同形别的病毒之间 没有交叉免疫保护作用 加之 感冒的临床过程比较短 也比较轻 所以很难给机体造成很强的免疫刺激 因此 人的一生可能会感冒很多很多次 下面我们看看感冒的流行病学特点 人群普遍易感 特别是年老体弱或因某种原因造成 机体免疫力低下时 更容易发生 大多是散发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但冬春季温度变化比较大 所以发生的更多 感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特别是在卡他期 但因其过程较轻 具有一定的自线性 所以不会引起大流行 感冒的防治原则 感冒的预防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增强体质 保证自身的健康 得了感冒后 一般治疗包括注意休息 多饮水 清淡饮食等 如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比如流鼻涕 打喷嚏 咽痛 发热等 则需要对症治疗 可吃当服用解热振痛剂及抗足安药物等 由于感冒是病毒感染所致 故如无发生细菌并发感染 不要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不但没有杀病毒的作用 还可能造成机体正常菌群紊乱 进一步影响健康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